或甚至需要比較輕重量的一些所謂的金屬物質上面 我們就用鋁這個東西來使用 然後呢 鋳這個東西 鋳很早就出現了 那鋳呢 我看見它都跟銅一起提煉的話 可以出現所謂的鋳銅合金的部分 那一般我們就把它叫黃銅 那這個東西比較不容易氧化 然後要大量被使用來當作所謂的電鍍的東西 或是鍍采 這個是所謂的鋳 那再來呢 放射性元素 放射性元素呢 它從所謂的19世紀以後 開始慢慢的被發現 到了19世紀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非常多的放射性元素 那放射性元素它